這是瘦肉精豬汁的屠宰場 全世界多達160國境用來各做巴胺 它會造成豬汁情緒躁動骨骼脆弱 豬吃了會生病 人當然更不能吃 當陳吉宗都已經講說 這個東西是伊娃節目 要求他們下架的時候 陳吉宗說你下架我們就不告你 國民黨不是太多喔 國民黨什麼太多 國民黨說好 我沒在怕你的 我們看 這是我們陳吉宗的功夫 他說國民黨這是惡意擷取的影片不死 那他說你就下架 這就算了 但是怕你將其成功賽 他說說什麼這是引用什麼協會的影片 人家這個協會也沒有要給你好不好 你自己去抓人家影片 然後說他們有問題的話去質疑他們 所以這種東西很可怕就是說 在混淆上的時候 的歌到菜歌 然後把兩個人勾在一起的時候 你知道一般民眾沒有辦法去分辨到那麼細 包括連我們自己算是比較專業的人士 我們都要重新去看那個流程 所以一般人在群組看不到這個過程中 對 形成這種恐怖的效應的時候 對國民黨來講 他們就 你知道他們拿到一把槍 所以我剛剛就講的是 惡意就是說 你有些東西是事實的東西 你拿出來講我覺得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不是事實 你把他這樣子二字都倒在一起 造成民眾的恐慌 造成國人的不安的時候 我覺得這時候這種扯重後腿 我想都沒有 這是國民黨臉書的粉專 因為這個豬隻影片加上這個字幕 說是瘦肉精豬隻的一個屠宰場 那來機會造成就是畫面當中的豬的這種情緒 躁動包括顫抖等等 為什麼國民黨要這麼沒有出席 為什麼不做功課 為什麼拿一個假影片 為什麼 這是假影片還有爭議 因為國民黨已經講了 說這個影片 其實很多人都引用過 而且路透社也有驗證過 這個是動保協會 當時要看這個豬隻 在屠宰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遭到一些 其實今年九月份公共電視 有做一則報導 那時候裡面有個某團體 他就開個記者會 就是引用這段影片 然後他就說如果豬吃萊克多巴胺的話 攻擊性會變強 顧客會變脆弱 所以其實這影片 不是國民黨先 是蠻多團體都有引用 路透社也有驗證 那另外一個 不是 但我想確認 這個影片 誰可以告訴我 這個影片 跟台客多巴胺有關係嗎 不能因為有其他的媒體 引用過 所以你現在就講說 那如果是錯誤引用呢 當時在引用這個的時候 民進黨就有出來講說 這是錯誤的影片 這個是屠宰場 明尼蘇達州2015年 他專題三分鐘 做的是屠宰場 那時候在討論 有沒有不人道的事情 那你就是論事OK的 你知道嗎 但是問題是你國民黨現在不是啊 我剛剛有去問啊 你國民黨現在的那個題目上面 直接寫萊克多巴胺啊 對 你是移花接木 你用這個引擎是要給別人 什麼一個感受 是要讓人家感受說 你看 你看啊 吃了以後就變這樣 你的目的不是這個樣子嗎 你用其他的影片 我沒有意義 沒有意見 你用這個影片說明說是屠宰 我也沒有意見 但問題是這個豬 你不能說 這個屠宰場 有屠宰吃過萊克多巴胺的豬 所以呢 這就是那個豬 那不一樣的嘛 那你也更不能講說 現在還怎麼講 現在還出來講說什麼 我告訴各位嘛 你不能講說 因為我現在這個做錯了 寫錯了嘛 你寫錯這個照 這個影片不是用 不是用在萊克多巴胺的 這隻豬 不是吃了萊克多巴胺 變成這樣子的 現在你用了以後 你在說什麼 你在講說 為什麼他們都不罰 要罰大家罰對不對 我闖紅的 被家中警察攔下來開話單說 為什麼前面的不罰 為什麼後面的不罰 為什麼我要罰 你要把所有的都罰嘛 錯就錯 引用錯誤就引用錯誤 不能說其他的團體怎麼樣 其他電視台怎麼樣 其實錯了 如果說犯了 比如說不知道別人的錯誤 就道歉就好 而且國務卿還蠻強硬 說你告我的話 我就不省預算 國務卿現在 在立法院是最大道 國務卿其實有去 求證過說這個影片 那二哥講的沒有錯 它的確是有針對 這個屠宰的部分 不能到屠宰去 這個影片是想要去講這個爭議 但是其實也有用藥的部分 其實是有兩個 那我覺得國務卿就趕快 拿證據出來 我覺得我們黨中央 趕快拿東西出來 那包括我支持提告 就趕快去告 就有法官的認證 因為現在這件事情 有點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意 但是我回過頭來講 我們先把影片撇開 可是國務卿如果告的話 就不省預算 為什麼 還是照省 我是覺得還是照省 但是這個爭議 就要去法院講 因為現在大家更講不一樣 拿證據來說話 但萊克多巴胺吃了之後 豬吃了到底 會不會造成副作用 其實看維基百科想的也非常清楚 就是豬如果吃萊克多巴胺 也會發抖 也會 也會 臉跟緊也會抖 心腰也過輸 那牛豬的萊克多巴胺會沒有副作用 有 也會 然後那就對了 這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也會 因為現在牛豬分離 那你怎麼不反萊牛呢 其實反萊豬不反萊牛 為什麼 因為國民兩黨本來 大家共識就是牛豬分離 包括Codex的國際標準 牛豬轉為分離 牛豬轉為分離 你八年前馬英九是國民黨主席跟總統的時候 你讓有萊克多巴胺的牛進來 那我現在有一個 當國民黨時代當過大官的 當過署長的 馬英九當總統 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他當過衛生局長 邱淑提 他現在說 他現在質問人委會主委說 陳吉祥 你不知道萊克多巴胺吃了以後 可能會怎樣怎樣 發抖 孕婦怎麼樣 那我要反問 那八年前 你馬英九進來的時候 你們這些人為什麼不說 你們現在國民黨立法委員三十幾個 除了先進幾個之外 其他三十幾個都是當時的立法委員 你們為什麼不黨 為什麼不禁止他進來 那你現在是不是應該十幾個 全部禁止美牛 然後譴責 綜合國民黨的黨主席 綜合國民黨的總統 包括那時候的馬英九 這樣是不對的 牛豬不能分離 為什麼 有毒都有毒 有毒豬就是有毒牛 一年六萬八千公共 你就反萊豬不反萊牛 為什麼 其實美牛只有開放 就是三十個月以下的小牛 他們新陳代謝也比較快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做好三冠五卡 有做邊境管理 那這次美豬 萊豬開放 其實這些通通都還沒有做 包括源頭去查場也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理性 你們不讓出身上去報告 他就沒有辦法去刪管 沒有啦 沒有 豬的部分已經都報告過了 那但是這幾位 而且當時就要求你飆 當時就要求你飆 那麼所謂的有萊克多巴胺的 美牛進來了以後 要求你飆 你馬英九為什麼不飆 國民黨為什麼不飆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為什麼不贊成 為什麼不強制要這樣做 然後你現在來講說 牛豬要分離八年來 八年前我們當中怎麼會可以 我們現在討論豬 其實我覺得這可以理性討論 為什麼不討論牛 討論如果民進黨認為說 要把美牛廢掉 就是民進黨如果認為說 萊牛不能進口我也贊成 不然牛豬都不要進來 我也贊成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說 豬現在就要進來了 因為國民黨沒有過半嘛 也擋不住 那所以現在就是要進來了 那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到底有什麼關鍵 其實你們擋很多 不是說現在立法院的最大黨 是國民黨是不是 可以擋豬 小燕姐我差點以為 那個立法院 那個行政院長是一頭豬 因為每次都不讓 蘇神這樣上院 然後就拿那一隻豬 在那邊晃晃晃晃 整個國衛都出現那隻豬 這樣比較昂貴 其實那一頭豬 豬都累了 你們都不累 只聽這頭豬 那有多少人變成豬腦袋 不是 小燕姐我覺得 這真的可以理性討論 比如說今天柯文哲 他就 雖然說我不喜歡他 但是他今天講也蠻有道理 他說既然你都要進來的 那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去看一下源頭管理 飼料濃度多少 還有就是你要進口之前 你的飼料多久要停 我覺得這些其實 都可以理性討論 那你們為什麼不到 美國去考察 美牛的部分有考察 美牛的部分 那時候三館無查的時候有 到底萊克多班的豬脂 到底是什麼樣子 萊克多班豬脂 我們就覺得很可怕 所以不要讓他接 而且還有內臟 因為萊克多班都會囤積在內臟 你們去美國考察了嗎 沒有 就囤積在內臟 沒有去美國考察 其實很多研究報告 搞錯都放假影片了 影片的話就是 現在有點各說各話 法院來查 但是很多臨床實驗證明 萊克多班的確對身體不好 那現在就是說 要讓他區分清楚 進來之後 你源頭管理 邊境管理 然後標示清楚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我們現在立場是 但好像國民黨立委們的立場 跟原資不太一樣 他連這個技術的討論 就是源頭管理 我完全沒有去到 其實在立法院都在討論這個東西 是嗎 有啊 比如說 委員們基本上都懷到那台 我們先